五号 你绝不能再去竞技场了 盘门的火能都快被你输光了 你让我们拿什么给大家发火能 你就别怪他了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最近我不是胜率越来越高了吗 等再过不久 应该就能将损失地转回来了 等你转回来时 盘门恐怕已经因为 给不起内部奖励 而信誉大失了 大家这是怎么了 一早就愁眉苦脸的 萧嫣 你可算来了 出大事了 盘门奖励成员的火能 都是我们几个人自讨腰包 轩二的已经被用得差不多了 他最近可一天都没进天坟 练习塔中修炼过 都怪这家伙 把盘门本就不得的火能 全输出去了 萧嫣哥哥不用多想 你如今是盘门在握的门面 没有你在握的震慑力 不管我们施展什么措施 这盘门都是难以起来的 好 我有一个办法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学弟 过来看看 这个魔壳别 既然内院可以销售丹药 来换取火能 那么便请盘门兄弟购买药材 到时候我来负责炼汁丹药 这样一来 可以暂时缓解盘门的火能危机 谁本卖给你了 这交易所不仅规模大 售卖之物比起黑角玉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居不愧是迦南俊元 小家伙 前方第八个堂位 过去瞧瞧 多了事 这是好火吧 这个我也要 这个你也要 这人浑身充斥着一股火爆力气 看实力 怕是已经达到七星斗灵 这么多四剑魔盒 这是 青木仙堂 青木仙堂 炼制地灵丹的必备之物 老师 我们运气也太好了吧 不买 就不要乱碰 火毒蜻蜓 谁说我不买了 这株青藤 什么价钱 四百天后呢 怕是贵了点吧 虽然我不知道这青藤究竟是何物 但它能被两头斗王级别的魔兽拼死争夺 足以证明它的价值 你若买不起 就给我走开 别耽误我做生意 四百天火能 我确实拿不出来 能否以物异物 落里巴索 滚开 小子还敢躲 找死 火毒蜻蜓就会引中到这个地坡 连新制度受到影响呢 我没有四百天的火能 不过 闭嘴 我能帮你驱逐体内的火毒 你 你说什么 我帮你驱逐火毒 你把青木青藤给我 这笔交易 如何 我曾让不少恋戏的佼佼者 查探过我体内的火毒 可他们全都武能为力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想这火焰 应该能打消你的故障 他就是那个盘门的首领硝烟 你就是那个 在火能猎不赛 将老生全部干掉的新生硝烟 听说还是连药师 正是在下 你这火焰 确实比连药夕的那些家伙 强盛一些 这样吧 完全驱逐我体内的火毒 再加上一百天的火能 这种青藤便是你的了 物家 我虽然需要这东西 可也并非现在一定要到手 而你体内的火毒再拖延下去 恐怕就算是令药宗师前来 也无能为力了 你 谭不拢 那就算了吧 好 我答应你 但是 记住了 是完全缺终 到时候 若被我发现仍有火毒残留 别说青藤你得不到 恐怕还得受顿皮肉之苦 跟我来吧 你体内火毒预计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半早有 火毒太深 想要一次性驱逐绝无可能 这是冰灵丹 能暂时压制住火毒 让它不会侵蚀你的理智 每日一枚 一共十五枚 果然有点用 好了 你先去忙吧 是 熊儿 小颜哥哥 逆子 药材已经准备妥当 都已经放在你房间里了 这位是 不用理他 小子 又怎么了 炼制丹钥匙 你就在外面待着 怎么 还不让看 不想死 就照我说着做 反正我不管 给我驱逐了火毒 我才会给你情不先疼 小子 别忘了青枝火灵膏和素灵丹 一并炼制 知道了 老师 嗯 搞定了 这是洗水寒灵液 在盛满清水的大盆中 倒入一滴 静坐修炼半小时 到时候若火毒依然还有残留 我会再帮你炼制 对了 这段时间 不能再去天分炼其他修炼 否则药效会即刻失去作用 好 只要真能将我体内火毒驱逐 我林彦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 我对你的人情可没兴趣 记得把青木仙堂给我就行了 小颜 在治院内 只要有我林彦在 别说什么狗屁白帮 就连林秀牙的狼牙 也不敢对盘门怎样 总之 你这盘门 我会帮你照看 那便多谢林彦学长了 小颜哥哥 这里一共有多少丹药 灰气丹八十三枚 附体丹六十二枚 冰清丹三十六枚 一共是一百八十一枚 这么多 心不如命 接下来销售的事情 便只能靠你们了 交给我们吧 五号 通知阿太铁木他们 尽可能调配人员 准备前往交易区 胡佳 我们将所有丹药分好类别 再仔细核对一遍数量 嗯 小颜哥哥 过 睡吧 小颜哥哥 小颜哥 谁能告诉我 盘门什么时候有炼药师来 嗯 据说是他们首领 也就是那个消炎炼制的 他竟然也是炼药师 这三种丹药 比我们所出售的任何一种 都更好 更便宜 若是让他们彻底 将名气打开 恐怕我们丹药出售的 垄断地位 将会直接被掀翻 你说我真是这样 那可怎么办呢 这么低的意思 怎么你想办法啊 调查他们购买的药材 他们所买的 我们用双倍价格全部收购 我要帮别的不多 就我能多 是 禀告帮主 白帮帮主白城求见 白帮 请他进来 从薰儿口中得知父亲的下落 并无新的消息后 消炎意外得知 驼蛇谷地狱可能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但消炎明白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实力 尽早收服 陨落心眼 为解决困扰盘门的火农危机 消炎前往内院交易所 准备炼丹所需的药材 为换取青木仙藤 消炎答应灵艳 为其驱除体内火毒 嗯 终于霸性了 距离斗灵级别 不远了 小家伙真是越来越碳水 这么大动静也吵不醒 难道是吞天网的灵魂 已经被美杜莎女王反压制了 照此下去 恐怕不出一年时间 美杜莎女王 并会成功占据吞天网的身体 到时候 灵魂与肉体的完美如何 她也便是 真正的成为了 斗宗级别的超级强者 到那时 恐怕第一个就是拿我几刀 我给你一年时间 但只会在你必死关头出手 帮你摆脱麻烦 一年之后 若拿不出戎灵丹 就别怪本王心狠了 放心吧 老师 是 在她没有得到熔灵丹之前 还不会对你出手 灵魂和肉体 哪那么容易完美融合 她必须借助熔灵丹 先将吞天网的灵魂吞噬 如若不然 达不到彻底的控制 就算她得到了吞天网的躯体 那也只会成为她的累赘 如此就好 只要她还需要熔灵丹 那就有和她谈判的筹码 若是能拉鲁一个斗宗强者 那自然是最好的 比关了这么多天 也该回去了 我这么主当的 可不够称职啊 萧嫣哥哥站上四星斗铃的消息传出来后 这个月加入我们盘门的学员越来越多 还好萧嫣进塔之前 帮盘门练药攒了不少活能 不然根本不够用啊 薛燕师姐 那个林燕又来找头了 那家伙这一个月多来多少趟了 都说了等萧嫣回来会通知她 这林燕毕竟是强绑高手 并且没有加入任何一方势力 多个朋友也没什么坏处 我记得你有没有 还好那样 那你不知道 是这个我的 不捅有什么 这个人死了 这人死了 动得 快走 这怎么干嘛呀 这宗的人怎么又要 真的 睡了 你说 放开 你真的 寒门竟然敢卖假药 我白帮的弟兄 吃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不然的话 你别血口派人 我看你们就是来捣乱的 是来捣乱又怎么样 弟兄们 把这铺子给我砸了 好 头儿回来了 夏云哥哥 头儿 有个叫林彦的家伙 这个月找了你好几次 今日也来了 知道了 将近一个月没进到头儿了 她的实力貌似津津不少啊 看来我们盘门 很快就能出现斗灵强者了 夏云哥哥 你回来了 这个月 辛苦你了 你这小子终于回来了 你给我的兵灵丹 和洗水寒林业都用光了 快快 快再给我一下 急什么 一两天不驱毒又死不了 你 你 你 这两种丹药 是我在炼几塔闭关期间炼制的 再使用一个月 想必你体内的好毒 便能彻底驱逐了 你也太急了吧 熊儿 盘门最近怎么样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盘门一切都挺好的 本来在你闭关的前一两天 还有盘门成员在外被白帮刁难 不过后来托你在炼器塔中的威风 他们现在可不敢太过放肆 没想到杀鸡锦喉竟还有这般好处 的确是有好处 可坏处也不小 怎么说 雷娜倒不足为据 可是 你还得罪了柳飞那个无礼且记仇的女人 她的哥哥 可是强榜前十的顶尖高手 霸腔柳琴 啊 啊 恐怕 就连你那金子火莲 也奈何不了她的猎山枪 霸腔柳琴 你也别担心 那家伙 现在可没空给柳飞出头 再有半年多时间 便是五年一届的内院大赛 她呀 正在每日没夜地闭关修炼呢 不过大赛结束后 他会不会找你麻烦 那就不好说了 内院大赛 我怎么没听说过 这大赛和普通内院弟子无关 是强榜高手间的比赛 若是能在比赛中进入前十 便有资格成为长老备选人 还能获得一次 进入天坟炼气塔第八层的机会 接受星火本源断体 星火本源 本源 难道是 陨落星年的本体 白神 几日开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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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拼了 拼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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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死 没动 发疯 现在就把青木仙藤给了我 就不怕我给的丹药 并不能彻底将你治好 这么大的盘门 我还怕你跑了 我们之间虽说是交易 但我林燕的命 绝不是区区一株青木仙藤能抵消的 日后若是柳情找你麻烦 派人通知我 告辞 这家伙虽然脾气暴躁 可也不失为可教之人 盘门打开了丹药销售的局面 也算逐步进入正轨了 之前答应给兄弟们的奖励 可以安排下去了 头儿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白 白帮他们 他们无限盘门 销售假药 打伤了我们的人 还砸了我们的贪卫 什么 白帮竟敢这般嚣张 真当我们盘门好欺负不成 白帮 这帮混蛋 果然不敢消停 头儿 阿太和其他几个兄弟 还在他们手里呢 大家跟我去救人 白山 你 给我归去点 别乱动 不好了 老大 让一下 不好了 不好了 萧 萧炎带着潘 潘门的人杀过来了 哈 慌什么 这小子还挺有种 可惜只是鸡蛋碰石头 四头苦吃 嘿嘿 一个斗灵强者都没有的盘门 也想和我们白帮争斗 白山 你等着 头儿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倒是怕他不来 可不来了 小颜 小妍 你带这么多人前来 是送上门来逃打的 白城 我盘门未曾招惹你们 而你们白帮却几次挑戏 现在还打伤我盘门中人 看来你们是想率先毁着当初的约定了 原来你不仅在靠女人这件事很出色 嘴皮子也很能说呀 当初的确约定半年内不随便找盘门麻烦 但是这并不包括受人之托 来给你们这群嚣张的新生一点教训 受人之托 受谁之托 无可奉告 如今你们自己找上门来 那也别怪我白帮 大欺小了 你来试试 今天我要让你在内园 明欲扫地 你 努力 你 来 holy 好 好 诚哥 没事吧 有这么热闹的事也不叫我 灵验 这是我白王与盘门的私事 萧炎是我朋友 谁要动他就得问问我的离活府 事属同意 你 小爷 上次靠韩岳 这次靠灵验 下次你还想靠谁 你白城有本事 现在就去找灵秀牙的狼牙屁屁 你若敢去 小爷也不挡着你收拾盘门 没胆子 就滚一遍 一起坏坏 你 不愧是封府林宴 这骂人撒泼的境界 那愿无人可敌 听着寒贤的口气 好像是来帮白帮助威大 有吧 原来是你这个卖假药的 这位想必便是盘门的首领炼制那三种丹药的消炎了吧 真是没想到阁下竟然也是一名炼药师 寒贤学长 我想那雇佣白帮砸我场子的人 应该是你要帮吧 盘门有这个下场 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犯了什么忌讳呢 寒贤 何必与这小子多言 你们俩果然是狼狈为奸呢 林英大哥 这些事交给我吧 寒贤 我知道你是怕我盘门断了你的财路 这样吧 你我同为炼药师 大可用炼药师的方法一决高下 若是我输了 日后盘门不沾半点丹药销售 若是你输了 那些暗地里的污糟东西 就请好好收回去吧 哼 你想和我笔试炼丹 那个寒贤 似乎有几分底气的样子 放心吧 若是寒贤学长 喜欢使用斗气笔试的话 我也不会拒绝 你也不用激我 笔试炼丹术也行 不过赌注 太小了 丹药的畅销顺利解决了盘门的火能危机 然而 这也得罪了原本垄断内院丹药销售的药邦 暗中与药邦串通一切的白邦 无端挑衅受药的盘门 并打伤阿泰等人 而得知此事的萧炼忍无可忍 即刻带领盘门众人前去讨回公道 引出幕后黑手药邦帮助寒贤后 萧炼为彻底解决药邦 主动提出要与四品炼药师寒贤 鄙视炼丹 快看 长老来了 不知道今天比拼的是什么样子 不管比什么 这萧炼也很难跟内院炼丹的一人相比吧 有请今日炼丹比试的参赛者 药邦帮主 韩贤 韩帮主 加油 韩帮主 给他 给他最后的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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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门门主 萧炼 萧帮主 加油 萧炼学弟 劝你乖乖认输 把那三种药方交给我 也好过待会儿当场丢脸 学长 你还是盘算下药邦今后的生意吧 比赛过后 药邦五处人流最多的交易地点 破盘门就收下了 萧炼将三种药方 笔记盘们永不收卖丹药作为赌注 会不会太过冒险 收获与冒险总是并存的 我相信萧炼哥哥 炼丹比试开始前 我们先看一下药方 韩姐 你先吧 我相信 上海Gold 冬山 没想到 这次竟会以炼制五品丹药来作为比试 无品丹药 有没有搞错啊 就算萧嫣再有天赋 现在也不可能炼出五品丹药啊 这长老看样子是来捣乱的 既然要比 那自然比个大的 这次鄙视炼制的五品丹药龙李丹 能让服用者在短时间内 拥有极其强横的力量 大长老 两个小家伙要炼制五品丹药 会不会太过困难 韩嫌炼药师的品级 比硝烟高上不少 恐怕这一局韩嫌赢定了 那可不一定 你们面前均准备了两份药材 意味着你们有两次机会 这两次机会中 谁先炼制成功 那么谁便获胜 那如果都失败了 该如何分出胜负 毕竟龙李丹 可是五品丹药 老夫亦可从你们的失败品中 端倪底细 一分高下 两位是否有异议 弟子无异议 比试 现在开始 成哥 这韩嫌能否获胜 韩嫌可是堂堂药帮帮主 岂是萧嫌这种下等炼药师可比 轩儿 你说萧嫌这家伙 怎么两个像样的药顶都没有 药顶只是外务辅助 最终靠的 还是炼药师自己 一火的威力实在太大 这些第一阶药顶确实难以承受这种热度 希望这东西能坚持到最后吧 这几阶的魂是什么呀 我还没见过 你生气啊 我这火焰名为幻金火 是从七阶幻金蝎龙兽的壳骸中寻的 七阶幻金蝎龙兽 那可是历美斗宗强者的超级魔兽 右手破壳而出后 这幻金火会残留在壳骸之中 三天之后便会燃尽 所以必须在三天内将其寻的 这大千世界果然无奇不犹 一火 仅有两次解围 岂不得 快看老大开始了 我看寒贤很不错 他的火焰虽比硝烟的一伙差了些 但炼药师不仅仅只靠火焰去生 炼丹并非讲究速度 而是需要一颗不为外物所动的心 若是不能势头持久 那还不如从一开始便稳抓稳打 该你啦 炼制之前 必须熟悉所有药材的特性 施以最合适的温度 方能提炼出所有惊慌 这小子好像进入状态了 谋定而后动 加油啊 萧嫣 这龙力丹 可比想象中困难多了 装算的家伙 相信 你也肯定会失败的 真可惜 眼看就要成功了 还早着呢 五笔丹药哪有这么容易炼制呢 看来这龙力丹谁也炼制不出来 既然如此 我只要炼制出来的失败品 能超过硝烟就行了 不愧是五笔丹药 看来还要更加小心 你 萧嫣 萧嫣 什么味这么香啊 哼 是药香 看来韩闲要赢了 虽然只是半成品 但总比完全失败来得好 韩闲 韩闲已经率先炼成了 真的吗 他炼成功了 据说五品丹药成型会有异象 可除了先前的药香 并无半点异象 郝长老 弟子已经炼至结束 这也叫丹药 韩闲这家伙 竟然为了获胜 宁愿炼至失败品 他是认定硝炎 也不可能成功啊 提炼已经完成 接下来便是 那不是不合 给我宁 看这样子 萧炎炼制的龙力丹 已出具出形 好长老 比赛未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结果 萧炎快成了 好 好 不会吧 又要炸不 好 好 有失败吗 还有 好 好 好 给我坚持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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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亏一篑呀 身为炼药师 竟然不知道准备一嘴好的药品 完了 完了 小炎雪地 炼丹失败乃是常有之事 你也不用介怀 好长老 幸不辱命 不可能 这家伙 肯定是趁先前爆炸升起烟雾时作弊了 好长老 请您检查吧 免得有人不服 好 韩仙同学 请注意你的言辞 是非公正 我自会定夺 这药箱 没问题 色泽和外观 都能说明 这是一颗炼制成功的龙力丹 嗯 嗯 嗯 我宣布 这次炼药比试 消炎胜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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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问题 哈哈哈哈 哇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小炎 他给我倒上了吗 我们走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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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要一步一步下 路也要一步一步走 萧炎这小家伙 不简单哪 在下输的心服口服 还是大掌老独具慧眼 能炼至无品丹药的炼药师 其价值可媲美斗王 乃至斗黄 王王王王王王 大家小心 看来正是任务开始前 还得认个身体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韩月你说的那个地方 应该不远了吧 我们走 阿世 韩门总算进入正轨 我也该去深山修炼它了 修炼三千雷洞的第一步 便是要炼化卷轴中封印的那一丝风雷之力 不过这风雷之力颇为霸道 稍有不慎 便会为反尸的危险 小颜 小颜 你准备好了吗 一火焚身我都挺了过来 这风雷之力 我要定了 接下来按照我说的作法才能彻底将它炼化 宝宝 幻雷之力就进入你体内了 赶紧烈花 这凤雷之力的炼花竟如此困难 它可是天地间产出的能量 你用清炼地心火试试 凭借消炎在炼丹比试上的胜利 盘门也接管了药邦的重要销售据点 成为内院人气最火爆的丹药商家 随着盘门逐渐步入正轨 寻尔和虎家众人也能安心地前往天坟炼气塔提升势力 而消炎则在药老的指点下 进入内院的茫茫深山中开始了新的修炼 建成为内院的茫茫 炼花成功了 这是自然 你当人人都有一伙来镇压风雷之力吗 紫云一未展开 我 我为何能在空中停留 这是由于你体内灵魂力量强横 风雷之力受斗气催动 集中于脚步的结果 不过以你现在的实力 应该坚持不了多久 快走吧 小东西 快走吧 小东西 三千雷动 净如磐石 动如本雷 出其不易 即使杀敌 当修炼到三千雷时 快如顺利 斗宗强者都不敢丝毫下去了 看来是准备打群架了 哼 正好拿你们练练手 老师 我这是炼成了 这三千雷动分三层 雷闪 雷顺 三千雷 你小子现在最多就踏入第一层而已 老师 哪有一蹴而就的 不过 给我时间 我一定可以更强 臭小子 何月 里面真有你所说的那东西 颜昊学长放心 我清楚其中的危险 定不会拿这种事来开玩笑 颜昊 你也不用太过怀疑 再有四个月时间便是强榜大赛了 若是山谷之中真有那东西 那对我们的好处可不小 林秀雅 你说的倒是轻松 里面可是有媲美斗王强者的魔兽 大家小心 好 速战速决 今天啥子 看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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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怎么乱 难道 这小子怎么回事 这齿法 不用惊讶 这是修炼之徒的一种积怨 只是你碰见了 幸运地掌握了它而已 这齿法 有着一丝浪潮般连绵的意境 只要日后好好磨练 应该能创造出一种 属于你自己的齿法斗技 该死 没事吧 你想要这魔兽实力如此强 U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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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老师提到的雪魔天元吗 看样子至少也是窦王实力吧 这些家伙胆子倒是不小 你又学姐姐也在 林熊阳 怎么办 这魔兽实力太强 一个不慎 我们都会当场重伤兵命 不必与他缠斗 我们三人尽量拖住他 阿运 你趁机进入后方峡谷内去寻找那东西 林熊阳 就是林映口中那个强榜前十的高手 女传的人儿 我要往上剥走定心采铁肉 现在退出 我可以不杀你了 各位有什么手段 你尽管用出来吧 地形脆体乳 那是什么 一种精纯的大地之力 经历千百年拧河城的乳液 有习俗的火神效 还能帮助戒别巅峰之人突破进阶屏障 难怪这魔兽能够开口说话 心动了 可韩月学姐 人挺不错的 抢她的战利品是不是有点 你高看这群家伙 雪魔天元可是一种罕见的异常魔兽 体内流淌着狂暴血脉 这种血脉一旦觉醒 五星窦王都要逼其风貌 看这群人 连个正式的窦王都没有 怎么可能战胜啊 对了 倒是你的小腾军王可以跟他一战 掩护我 轻炫封杀 队七画意 林秀雅 你竟然 晋集斗王了 不过是危急之下 用功法勉强凝聚出的斗气之意而已 原来不是斗气花衣 你要是斗王 那强榜那在 我们还打什么打 原来是依靠像紫云翼一样的功法 林学长 那我们赶紧进去 寻找地心脆皮乳吧 是啊 来等什么 等一下 那家伙的狂暴血脉觉醒了 陈玥 快走 韩岳学姐 没事吧 萧嫣 快走 快 这才几月不见 你倒变强了许多 先前那般速度 内院中能超过你的人 恐怕没有多少 几位学长没事吧 大意了 没想到这雪魔天元这么厉害 这位朋友也是内院学生 怎么从没见过 延后学长 他叫萧嫣 是几个月前才进入内院的新生 不会是那个 在火能力不赛上 带领新生打败老生队伍的萧嫣吧 原来你就是萧嫣啊 当年我和林修衙纷纷败在白煞对手中 你果然有几分本事啊 只是好运而已 萧嫣兄弟就别谦虚了 对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正巧在山中修炼 听到动静就赶过来了 刚才萧嫣兄弟也瞧见了 我们围剿那魔兽 是想得到他守护的一种奇物 所谓剑者有份 果真弄到 定少不了兄弟一份 多谢学长好意 但我听说 那魔兽体内有着一种狂暴血脉 一旦觉醒 实力便会在短时间内暴涨 就算五星窦王 也拿他没有办法 狂暴血脉 难怪了 那现在怎么办 既然这样 只能等我们养好了伤 再想办法吧 萧嫣兄弟 是否和我们一起回内院 我来这里是修炼斗技的 如今斗技未成 还不着急返回 今日之事 还请萧嫣兄弟 不要严于他人 放心吧 学长 我自有分寸 多谢了 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来找我 走吧 萧嫣兄弟 萧嫣兄弟 在深山中 务必小心 嗯 抱歉了 这也是为你们好 继续纠缠下去 一旦雪魔天元彻底爆发 你们没人能活着离开 你还不会再说 终于这边 我还是尊散 你还不会再说 这是你 对 我 就 别 这个 谢谢 我 觉得 真是个馋嘴的骄傲 小家伙 别都吃了呀 明明以前只要几滴就够了 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 那仅剩了几瓶紫金元 可不够你吃的 小家伙 你可得坚持住啊 不要被那个女人吞噬了灵魂 不然的话 我们俩恐怕都没什么好下场 小家伙 接下来看你的了 可恶的神爱 居然坏地来 硝烟在要老的指点下 日夜修炼 终于成功炼成三千雷动第一层 雷闪 并从魔兽 雪魔天元找下 救出了想要夺取 地心脆体乳的韩月 深知雪魔天元恐怖实力的硝烟 不愿看到同门在其找下折损 所以劝退韩月等人 对于怎样获得 能助自己晋级的地心脆体乳 硝烟心中似乎早有办法 这猴子的气势 果然比白天减弱了许多 看来狂暴血迈爆发后 便会进入一段时间的衰弱期 让屯天网拦住雪魔天元 你抓紧时间 进入山谷中寻找地心脆体乳 小家伙 拦着他 小家伙 以为你的手 小家伙 交给你了 哪里跑 你死了吗你不哭 小心啊 那猴子追上来了 好 不用太过担心 吞天猫要拖住雪魔天园 应该没什么问题 嗯 雪魔天园 既然守护着地心脆体乳 那么地心脆体乳 肯定距离它的巢穴不远 看来不仅我们人 对着地心脆体乳有念想 就连一些魔兽 同样有抢夺之意 地心脆体乳的吸水炼骨之效 能帮助魔兽在修炼中 更容易化人形 就像化形丹的蜥蜴一般 化形丹 像当初 魔兽山脉的紫荆一世王 也曾提及 正好本王最近处于化形阶段 只要你能给我弄来一枚化形丹 我便给你紫荣经 如何 云月 云门祖 云门祖 这里应该就是雪魔天原的巢穴 儿子 法律 祝福 你的名颈 补 妈 跳 鲶 冷 这 夜 难道不在此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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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猴子還挺聰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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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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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小家伙怎么样 地心脆地主就在这里 老师 去那儿看看 那处的大地之力颇为浓郁 嗯 嗯 秦仅只是闻一下 便知道这不是乏路 老师 这便是地心脆地主了吧 这些东西虽然也珍贵 可却并非金黄 嗯 还有更珍惜的 跟我上来 将我切割的这块原形石块取出 嗯 嗯 没事 不用担心 嗯 这究竟是何物 清纯能量比下面的地心脆体乳 还浓郁十倍不值 这才是真正的地心脆体乳 下面的不过是这本体中流逝出去的 相当于被稀释的地心脆体乳 这或许是天地灵物保护自己的障眼法吧 一般人恐怕也会像你刚才那般 将真正的宝贝一流而下 炼药界不成文的规定 凡遇到天才地宝不可断其根 明白了 老师 总算到时候 老师 那我们赶紧出去吧 也不知道吞天盲怎么样了 嗯 毆雨 敢抢我的宝物 没那么容易 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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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是山谷野兽 今天也要和你拼个一死猫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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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小家伙竟然这般强悍 不愧是上古一手 小家伙 我们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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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